好,各位團團好 我是五十三,我的暴力昂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你這一次的活動 菊肉精的禮包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一個的話,目前上面是寫 活動期間,應該是 只98而不賺的那一個禮包 有機會獲得菊肉精的整卡 還有霸王玩的碎片 如果剛好你有 對霸王玩有興趣 就第一次限時抽沒抽出來的 玩家 可以考慮抽抽看 目前的話 也沒有人看到 實測出大概多少 鑽可以出出整卡 因為這個類似型活動其實在 納可露露時有 出過 那時候納可露露的話好像我記得是在 三千鑽 以內好像就可以抽出來了 只是不知道菊肉精 所以這一次會 多少賺可以抽出來 因為那時候納可露露剛出來 其實門檻蠻低的 然後再來是 累積消費 累積消費這次的話 主要是拿露卡爾的永固 跟少量的 菊肉精碎片 跟一些小禮 好禮左右 一部分 這次沒有配合專武 想說上 上次前 前幾天活動 累積消費才一把專武而已 應該不可能再出一把專武 再出一把專武吧 然後這次是拿菊肉精的 秘籍 就發覺他的那一個文字去抓他寫錯 竟然好像是寫草剔精的吧 又出包了 然後只是 拿那個木機而已 所以我就覺得 好 沒什麼啊 沒有 然後打不到蘋果 其實這也是 算坑的一個活動 然後這裡讓小兒出植 可以拿碎片 只是他那時候 我也覺得他蠻奇怪 小兒出植名就是 沒有拿狼特的碎片 上面為什麼要擺狼特的一個圖片 蠻奇怪的 好 我現在來直接 來看一下活動列表吧 主要是先看一下 這小兒出植 明明就不是送狼特 上面又沒寫狼特的碎片 然後放一張狼特的圖片 真的也蠻奇怪的 然後蘋果大放送 哪關卡掉木機啊 這裡 明明就是那一個 橘幼金竟然給他打成草剔金 這真的蠻好笑的 這真的蠻好笑的 又一個文字迅速錯誤 好 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任務 這個 蘋果大放送 這任務解完 的話 你不解 那一個儲值的任務的話 三天下來 一天的話 一天的話 一天 蘋果量 十九顆 四十九顆 四十九顆 然後三天 你三天都有解的話 三天的蘋果量 三天的蘋果量 三天蘋果量 五十七顆 乘三天嘛 就乘三天五十七顆 三天 三天的蘋果量 三天的蘋果量 我這次把那個 訊息打到旁邊 這樣大家 這樣子也不用一直 去拉那個 影片的位置 然後去聽 這樣子 對大家也比較省 省時啊 好 三天 三天總過來 解下來 是五十七顆 就是 除之不解 的部分 然後目前 禮包的部分的話 如果有看過 復活大的 影片的話 它有幫我們實測出來 其實復活大影片 真的很 很 造福大家 至少 因為都會知道 大概 實測的出來 那個 禮包大概的 機率性是如何 這一次的話其實就是 那時候我也看了 復活大的影片 它的機率性就是 一半 就是直接一半 就是實質 你買多少是一半 因為它是固定數量 你只要買一個的話 就沒 一個的話 你買兩個頂多一個吧 就是這個 可能買一個的 不知道會不會比較有機率性的問題 可是這個要試過才知道 因為那時候 復活大主要是買十個 跟三十個 所以測出來是這樣子 一個的部分的話 就不知道會不會跟 那個十個 跟三十個的 比較不一樣 那這個 橘幼金 福袋的話 就是它說 有機率開出霸王丸的其他稀有道具 就是應該有機率性 可以抽出四星的橘幼金 跟一些可能 差幾片可以出霸王丸的 可以小抽看看 那這個關卡掉木雞 其實木雞基本上 其實就 隨便解應該就還 就OK 然後 累積 我們來看一下 累積消費的部分 累積消費的部分 的話 一起 我們有稍微 早上是因為買 那個燈 關棍節登錄好 的禮物 有買那個秘吉 阿明天的話 有秘吉跟 有兩個秘吉可以買 大家也可以去買一下 因為其實 正常換下 雖然還是便宜的 花費三百是這些支援 六百的話 有橘幼金五片 這次活動 其實主要是拿 路卡爾原路 阿造石 因為假如搭配 你有要拿這次的活動的話 其實 會消耗到的賺量 會不會到兩萬賺 其實就看個人 因為你當純拿 阿修實裝 實裝的話 應該頂多 我剛才算出來 頂多落點在 六千鑽左右 六千至快七千鑽 這時間 這個鑽量 所以頂多要拼 頂多拼到八千而已 所以會不會拼到 拿到二十片的 萬用碎片 其實就要看個人 有沒有 還要再拼 路卡爾的專武 白盧的專武 或是白盧的 應該是 應該 我記得是路卡爾的 圓戶 圓戶劑 阿這實際上是 道具毫領 我們來看一下 就可以兌換 這目擊的話 到時大家 因為一定會 量一定會過多 大家都可以把他 有多的資源 最後一天就可以把他換一換 因為這資源就是 不拿白不拿嘛 然後這邊的話 你單純找 沒有要花賺 你就可以想辦法 那就舉右金的卡 把它出出來就好了 就可以把它出出來 阿只是 主要是這個是 路卡爾的 專屬技 專屬技巧 增加我方後排 吸血率 以及增加斬殺效果 主要是斬殺效果 比較優異 吸血率的話 其實就對 你假如是 有強力輸出 阿本身就有吸血 像羅拔02 這樣的話 增加他的吸血率 其實 他的血量 應該就一直很難消耗的下去 阿 再來的話 主要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 阿修的實裝 這個的話我會拿 因為我本身 對阿修有愛 所以我一定會去拿阿修實裝 加上路版的話 阿修的第二套實裝 其實也有圖片了 可是我覺得有點太過於華麗 但是我一樣是會去拿 因為 畢竟對阿修有愛 所以基本上 假如那一件初我也會去拿阿修的實裝 阿這邊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 無界的碎片 雖然只能換三片 但是 如果有興趣 或是 真的只差三片的話 就是 就是 來補一下吧 補充一下 再來就是 菊肉精的專武 一樣是要100個蘋果 跟實裝的價格 差不多 阿木雞的話 其實 隨便 我們看看就好 因為很好收集 木雞只要你有打關卡就好 疾風徽章的部分 其實 就是密集的部分 他這次沒有密集四選一 所以要直接出在這裡 就給你們看 你們要拿哪一個 也就是要50個 50個 基本上 你如果不雜 不花鑽的情況下 50的話 基本上 人的話就是可以換密集或徽章 為了你三千解下 有57個 所以你就可以來 換 兌換這一個 的部分 阿再來就是300個 然後可以換白魯的 專武 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為大家計算 因為這次的話 主要是精英關卡不能打的 沒有辦法打到 所以的話 可能就要算 算一下大概要花多少的賺量 因為那個蘋果大兌換的部分的話 大家應該也都交 有 有 經過好幾次的活動的話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 正常的話就是 會花鑽的 會花鑽的部分 就是 紅包 然後再來就是 體力 跟 競技場 這三個你要拿 解蘋果的任務的話 就是 體力的話 都是五次嘛 五次體的話 五體 你要解五次體的話 等於是要花400鑽 然後你乘以三天 乘三天 然後這等於是 一千兩百鑽 然後再來是 競技場一百五十 競技 競技一百五十 然後乘以三天 然後等於三百四十五鑽 然後再來是 紅包 九十八鑽 最便宜的 就是以那個 金幣紅包 然後乘以三天 等於 兩百九十四鑽 你這樣總結下來 總共 直接打這裡 所以我們先 以阿修鑽五下去算 你阿修鑽五的話 你等於要買 你要找 一樣的禮包的 機率性的話 一包 你買三十個 至尊的 三十個是叫至尊嗎 我們稍微看一下 三十個叫至尊 然後我們要拿阿修的 時裝的話 等於是 你本來 你本身是 五十七個嘛 三天這樣全部解下來的話 是五十七顆 然後 你再解 你再那個三個禮包 一個是 三十個是一千五 然後 一半的機率 所以你 你目前還差四十三顆 所以 基本上 就是因為你沒辦法多買 所以就是 三個禮包 四十五顆 三個 至尊禮包 等於 四千五百鑽 四千五百鑽 然後等於 四十五顆 蘋果 你看總共的蘋果量 三天下來 三天 加 禮包 三個禮包 三個至尊 等於 就等於是 五七加四十五 一百零二 一百零二顆 蘋果 一百零二顆 這樣就可以換了 這樣的話的總 總鑽量 總花鑽量的話 我們是 全部加起來是 六千三 六三 六千三百三十九的鑽量 我用計算機給大家 幫大家加一下 我們花 體力三天 一千兩百體 然後我們再加 競技場三百五十體 三天 三百四十五鑽 然後我們再加 紅包三天 兩百九十四鑽 然後我們再加 三個至尊禮包 四千五百鑽 六千三百三十九鑽 就是你要 拿阿修的實裝 你要拿阿修實裝 要花的 那一個 鑽量 算還OK啦 因為如果是 以十五之職的話 白盧那時候拿下去 雖然也是要花 也是花了不少鑽 因為連那些 任務加起來 其實也差不多 其實 就是對阿修有愛的 實裝的話 部分 要花的話 是可以花 關錯了 關錯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 那個白盧的專武 的部分 如果要拿白盧專武 的話 我們也幫大家算一下 我們來看 先附註一下阿修時裝聳花鑽量約 是6339鑽 讓大家比較清楚知道 再來是白魯的 白魯專武 都以單單來算的話 就是單拿就好 先以單拿 到底再來核算 因為這樣都很好分析得出來 白魯的部分的話就是 主要是一樣的算法 就是 只是在補禮包 就是 補七顆 五十七顆蘋果 就是你三天解下來五十七顆 然後上面的鑽花鑽量 再加禮包 它的話我們 看一下它是要三百個 三百個蘋果 所以你就先 三百下去 三百去減掉那一個五十七顆 等於是 兩百四十三 兩百四十三你自己直接除以十五 等於十六 因為你要還 你會 你會插那兩顆嘛 所以你一定要 你差不多就是 所以你要買十七包啦 因為你會插那兩顆 三百嘛 三百減那一個 五十七顆 所以你要買十七包 或是你剩下的 就是買那十顆就好 十顆有五顆嘛 就不用花到 買到三十 那一個 三十 所以就十六 那你就十六包 先乘以 一千五 等於是兩萬四千 十五 十六包 十六包 兩萬四千賺 然後再加 再加那個 十包的部分 十包 我們看一下 十包的話 是五百五十賺 十包 五百五十賺 五十百五十賺 我們再除以二嘛 五顆 這樣就夠了 這就是五百五十賺 除以二就好 兩百七十五賺 再加十包的 再加十包 兩百七十五賺 兩百七十五賺 只算白盧的部分 所以就是 兩萬四千 加 兩百七十五賺 然後再加上面的那些 一開始的那些 任務 然後就是五個體力 五體 然後加一千二 然後再加 白盧實裝的 專武的部分 二六一一四賺 三天的話 你這樣子 加禮包的部分 你這樣子 白盧的專武 你要花兩萬六千賺 拿一把 十五支子的專武 其實一把 十五支子的專武 一把十五支子的專武 其實跟扭蛋差不多 扭蛋的話 弱點也是差不多 在兩萬五左右 除非 臉 那算臉還不錯 在兩萬 至 兩萬二至兩萬五之間 那是扭蛋會出來的一把專武 的部分 所以這一個的話 專武部分 其實就是看 大家對這角色的喜愛程度 有沒有 有沒有想要買 再來的部分 就是 如果你先 你要兩個都拿的話 就是 你這兩個方案 隨便你剩下 因為你那個 等於蘋果量全部花完了 你就是再去拼 你再去花 看你要再是 因為兩個方案 就是 你假如是搭配阿修 你這已經先 阿修的鑽量已經用掉了 你再 變成就是 剩下的 蘋果 就直接去除 你的 花鑽量的 就是你的 禮包量 就是 之後要花的 我們來算一下 如果你是 以拿阿修 阿修已經是 六三三九了 你就總共是 已經花六三 六三三九賺阿修專武 阿修實裝 說錯了 口誤口誤 阿修實裝 那你要 因為你的 連那個任務的 蘋果都用完了 所以變成你的 白爐專武的部分 你一定要 全部都是買 禮包的部分 所以就是300 去除以15 因為你一包嘛 你30個頂多 就開到15 的實測的話 就20包 20包的部分 你要乘餘 你20包就是乘餘 1500 等於3萬賺 所以你就要加3萬賺 所以等於就是 再加你的 阿修實裝 阿修實裝 所以 如果要全拿 就是 這兩個都要拿的話 就是 你就要花 36,339賺 你這樣子才能 三個全拿 應該是說兩個 這樣子就變成 才能拿阿修實裝 跟白爐專武 因為這兩個 目前是比較 會有人去 拿 拿的部分 其他的 任務的話 可能就是 也是以這個方式 下去計算 說怎麼去取 你要的東西 的部分 所以這次活動的話 我主要是 我的部分 一定會跟阿修的實裝 所以大概 花的量 賺量是為 那個 6,339賺 阿如果你 兩個都要跟的話 就是要花到 3萬6 3萬6的話 等於就是 一件實裝 跟一個 白爐專武 然後再加上的話 就是 因為你花到 3萬6嘛 所以你的累積消費 就會全部 解完 所以你就會 額外再拿到這些 的獎勵的部分 這獎勵部分 其實 也很值阿 也夠了 像你因為 你假如是限時的 能物抽的話 100片 其實 因為我沒有在抽 所以我比較 沒有去 沒有去計 100片大概 你要花多少賺去拿 因為 下面積分的話 多少還是可以拿到 一些原物 但是100片的話 我記得 也是要花不少賺 所以的話 這個的話 如果兩個要都拿的話 至少還可以 額外拿到這些 支援的 也是還OK的 所以 這個活動 就 一樣是依大家 需求而去 取 支援的部分 我們這一幅的 好像還沒講 顏色 所以就是隨便 一個 橙色 所以我們就 打一下吧 至於其他的部分 這個的話 可能就要看 有沒有人想要先出 橘肉精 跟霸王玩 才會有人去測 這一個 我看不到時候 我們服有沒有人拿小號 或是 我們拿那個 我拿其他服的小號 來測試看看 大家就稍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我有哪個服的賺量比較多一些可以拿來測試一下 我記得有獅幾幅有一個賺量還算蠻少的 但是賺量至少應該還有破萬 因為主要是 假如超過太多 應該大家應該也不會去 想要去多花賺在這一個部分上面 那目前的話 資訊的話 我就打在旁邊 如果有錯誤的話 也歡迎大家提醒 那個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然後提醒 糾正我 因為這是 我算出 我算算大概 基本上也是在這一個的情況 在這個數字左右 這賺量有13000 這個等一下 希望不要拖我太多時間 我可不想 想趕快為大家介紹啊 我只是突然覺得小號 有時要跟這個蠻麻煩的 她們就來實測一下吧 怎麼就來實測一下吧 pleased 他不會沒有限制等級嗎 lowers your mindset 不叫我出門 這隻怎麼會有白草 我有抽嗎 嘿嘿 現在就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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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一下橘幼金的禮包部分 多少可以出 我們就 10個10個買吧 先買個20包來測試 看一下大概多少是可以出卡的 10包沒有 20包也沒有 20包 再買20包 之前的我記得在納可露露好像是40包裡面 以內還是在30包左右可以出 一樣30包沒有 40包 40包也沒有 好 第50包 來測試一下 第50包 第五十包 五十包才有中 第五十包喔 五十包才有中喔 這一個小號車就是五十包 五十包才有中 我們可以再拿幾個小號來測試 因為有幾個輔小號都可以拿來測試看看 多測試幾個 如果對這個角色有愛的玩家可以去 那一個 考慮看要不要抽 等於是 五十包的話我們要扣一下 我們寫一下這個是四十九服 我現在正面堆 三十五 四十五 九十五 四十九 八十八 九十五 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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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又進了又 49伏的話是50個 50包中 50包的話 他一包是98鑽 50包乘以98鑽 等於是4900鑽一隻 5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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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換另一個幅試試看 再換另一個小幅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買一次量買多一點 大概看平均 用個幾個幅來測一下平均大概是多少 多少會中 剛才是58 那其實比納可還多 102幅應該 我記得應該有鑽 之前那個太無聊了 所以那個有試玩幾個幅 然後其實賬號都有點低 122幅也是可以實測 122幅的話畢竟也有2萬多的鑽 只是想說那個幅也是要拿來之後可以練一下 就有時間可以去練 這個才4000多鑽 4000多鑽怕說不夠 6000多鑽 對 對 下白 一樣10個10個開 第10個第一次沒有中 第20個 第20個沒中 第30個 30個沒中 第40個 第40個 這一次是40 102伏的話是40個 第3900 带转 把他往上拉到最上面 好,我們再測一個幅 我們再試一個幅,看看 再試一個幅的話,應該就很怕 沒關係,還拉到最高 沒關係 好,我們再試一個幅 我們再看一下,我忘記還有哪個幅,比較會有賺 剛才50包,這個40包 12幅 要試12幅的嗎 我們來試一個12幅好了 我們把12幅拿來試,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12幅的部分,我們挑戰先買50包就好了 好,我們來測試122幅 這隻畢竟是有多少有練一下,應該 實測出來會更有感覺 好,我們就直接買50個 好像只要都要按 直接買50個,4900元 好 好 選擇10個 10個 好,沒有喔 第20個 沒有 第30個 也沒有 40個 也沒有 好,一樣40個喔 好 霸王的碎片 剛才好像都沒看到耶 買那麼多才中一片而已 太 霸王的碎片的機率也太低了吧 好 122幅的話也是40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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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切回自己的主帳號吧 所以目前三個幅的我們測試結果 49幅50包 然後要花4900鑽 然後102跟122幅的話都是在40包中 所以都花3900 所以目前的話落點我個人 目前實測就已經實測三個號了 所以落點應該是差不多了 應該就是 落點是在40包至50包左右 有可能臉黑一點可能要60包吧 有可能運氣好在30包也會中 所以這個還是看依每個人的運氣程度而去抽 或是對這個角色 像之前NAC的話 我也是因為看大家好像花的賺量都很低 所以我也才去抽一下 那時候我記得我印象中 我記得我好像是在30包還是20幾包抽到的 所以這個活動的話 我們就暫時先介紹到這邊 如果有其他更新出來 或是社團 我們有分析出來更加優惠的方式的話 我們在拍攝影片再跟大家分析一次 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